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ale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做个API服务 首先说Sales这套框架 开发网站网页是非常的方便 但是它不仅仅能够开发网页 开发网站 更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它能够开发API服务 Json服务 它是做得非常的完美 非常好 咱们今天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利用Sales.js 咱们做个API服务 该怎么做 简单的要命 咱们看今天的实验演习 咱们会用到 再次用到Sales命令 然后Generate生成 咱们前几期这个地方 是生成Controller 今天不是了 今天咱们生成一个API 然后API名字叫什么 叫User 咱们生成一个User的API 怎么生成 看 咱们通过这个命令 它其实给咱们生成了两个文件 第一 它给咱们生成了一个 UserController 这是它生成的文件 第二个 它给咱们在Model下面 生成一个用户数据库模型 就够了 就完了 它给咱们生成这么两个文件 咱们就能够使用API功能了 该怎么使用 大家请看 UserController里面 因为咱们采用它是它的蓝图的API 默认的API 所以说咱们无需一行的编码 那咱们在用户模型里面 咱们仅仅需要指定 这个用户模型具有哪些个属性 相当于是用户表 用表里面 比如说我有这个用户名属性 有用户地址属性 这个是必须要指定 你要这都不指定 那根本就没有输入设计了 对不对 好 那咱们仅是简单的指定一下 User里面的两个属性 就能够使用这个API 该怎么使用 看啊 这个呢 是Sales蓝图给咱们的指定的规范 我这敲一下 Sales蓝图给咱们的规范 其实Rails也是一样啊 大家请看 因为我生成了一个UserController 也就是说 我呢 有User的URL的映射 怎么映射 看啊 我用get的方法 访问User这个URL的话 它会默认执行UserController里面的 放的方法 如果我用get的 然后呢 User加一个ID的方式呢 它会访问UserController里面的 Fund1方法 这蓝图默认规定 就是说 咱们不用写 它就这么默认的给咱们去找啊 这个太棒了 跟这个RubyUnreal简直一模一样啊 如果说 咱们用post方式访问User的话 那么呢 它会调用UserController里面的 create方法 建立一个用户 如果咱们用put 然后UserID的方式呢 它会访问update 更新方法 如果咱们用delete的UserUpdate呢 它会执行detroy删除方法 这个呢 是Sales的蓝图给咱们提供默认的规范 一会咱们可以去实际上跑一下 看看效果啊 接下来就是这个API的使用方式 咱们看啊 我就有着我们进入默认的方式吧 咱们 我现在给您讲吧 你可能也是觉得 怎么听不明白 没关系啊 咱们实际运行就能看到啊 好 咱们试一下 首先 咱们在控制台下 干什么 generate 咱们建一个API 叫做User 没问题吧 咱们先回到咱们这个项目文件夹 咱们看一下啊 在咱们控制器下 有以前建一个test 没有问题 然后在那个用户 数据库模型下 什么都没有 对吧 好 那咱们通过 Sales Generate API User 建立两个文件 这就是今天咱们的API 你看 我建立一个API 什么API 回来看啊 这儿呢 多了一个User Controller 没问题吧 OK 这儿多了一个User Modeler 没问题吧 OK 然后咱们呢 我刚刚跟您说了 User Controller 不用任何的编码 然后User里面 咱们要做两个用户的属性 所以我把它拷贝过来 没有问题吧 然后这个Space 我挑成四个 因为我喜欢用四 不过好像这个 在国外编码 都喜欢用两个空格 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用四个空格 好 这样的话 咱们就具备了User API的几乎所有的功能 怎么用 马上用啊 好 试试看 我现在马上启动 稍等我看一下 这个是说 我知道了 咱先选二 这是说 每次当咱们变更 这个User书记库模型的时候 它要不要自动同步到数据库 它给咱们提供这个方法非常好 一般咱们开发模式是说自动同步到数据库 一般咱们在这个生产环境说不要 因为为什么 这数据库一旦变更的话 咱们需要手工改数据库 这是咱们今后部署的话题 好 那咱们运行完之后 马上看一下 我这儿敲127 然后是User 回车 大家请看 它默认的这个API已经生效了 对吧 这个User API已经生效 但什么都没写呢 它默认的蓝图是给咱们返回一个数组 什么数组 是User一蓝表 目前什么都没有嘛 对吧 OK 那咱们要干什么 稍等 回到我的课件 咱们干什么 咱们要建一个用户 怎么建 请看啊 这个地方 我用User 我拷贝过来 我给您讲解啊 我用User下面的create方法 没问题吧 用Usercreate 然后加问号 然后用户名 咱们需要提供 叫Coma 然后按的地址呢 是中国 没问题吧 回车 大家请看 这样的话呢 它就给咱们建了一个用户 简单吧 然后咱们再见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还是同样的 User斜线 controller问号 然后Username等于麦克 并且地址等于美国 没问题吧 回车 又建了一个用户 那咱怎么看 我刚刚跟您说了 咱把都去掉 只要User 这个controller的话 就能够看到 大家请看 它默认呢 给咱建了两个用户 非常方便吧 一个用户是ID等于1 一个用户是ID等于2 然后呢 咱们刚才跟您说 在这个下面直接斜线 敲ID的话 就能够看到 某个用户 具体的信息 这是Fund1的结果 如果咱们不敲它的ID 就是所有用户的 在这一点表 都能显示出来 它非常简单的 咱们就实现了用户的增则查改 但是查改的话 我下期给您介绍 今天先不讲 今天先让您看一下 如何生成这个API 如何不用编码 如何定义用户表的属性 以及呢 如何显示所有的用户 如何加用户 咱们下期开始呢 我再给您说 如何做数据的删除与更新 换句话说 咱们几乎不用编码 就完全 几乎完全实现了 咱们所需要的 对于数据库表的 增删查改的功能 这简直太方便了 对不对 好 以上就是我给您分享的 做个API服务的第一期 咱们第二期呢 还要继续使用这个API 干什么 做数据库的删除与更新 好 今天代码呢 我会发到开心中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下期继续使用API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